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人在社会做事 同一份工作一做就做了20年 已经很不容易 如果那份工作还要是义务性质 即是说你要出钱 又要出力 能够坚持20年 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黄真如Julia 和她的义工团队 龟寿爱心 多年来在多伦多的华人社区里面 默默地为护老院的长者服务 为他们带来欢乐 龟寿爱心是一个专门为长者演出的团体 成员全部都由义工组成 定期在多伦多市内的老人院 为住院的长者表演歌舞 乐曲和乐剧 2019年夏天 龟寿爱心为了庆祝成立20周年 特别在六月初 即是母亲节和父亲节之间的两个周末 分别在大多伦多市两间华人天主教圣堂 中华新道圣人堂 和家母圣母堂 举办了两场众亲恩综合表演 免费招待各界人士欣赏 看见他们看得很开心 有反应 因为他们懂得拍手掌 他们愿意坐在那里 坐过几小时 那已经是一个责任了 很大的责任 我觉得他们很有用心 做给我们的老人家看 今天节目很丰富 我又喜欢听乐曲 我又喜欢听流行曲 我又喜欢听英文歌 我又喜欢看画剧 我都很喜欢 每个人都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他们很有爱心 他将天主的爱带给老人家 为了表扬Julia 和龟兽爱心对社区长者的长期服务 万感市市长薛家平 亲临中华新道圣人堂 向所有义工颁发感谢葬 他们不管为老人家 为养老院 为我们的党务牌 可以看到他们的爱心 因为耶稣说 我们要彼此相亲相外 所以我们要用爱的行动 你们帮助老人家 不一定说我们 讲福音和父亲 我们帮人用爱心 这个就是做父亲 用行动表达我们的信仰 Julia这种爱心 在哪里来的呢 Julia来自香港 在公教家庭成长 一直都有为教会服务 在圣德纳萨堂 就在圣母军那里教主一学 那时有些领袖培训班 我又上过 Julia在1988年初 移民来多伦多 信李成章 在当时的天主教中华新道 增幅堂区教主一学 圣堂要做筹款 因为建堂筹款 当时我跟蜜秋龙师傅 学粤曲 我邀请了一班同学和师傅 为圣堂筹款 天主的安排真是玄妙 有谁会想到Julia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对粤剧非常抗拒的人 以前我一听到 东华三院筹款 有人唱粤曲即走 那时候就是去厕所 去吃饭 去饮饭的时间 Julia移民之后没多久 偶然看到粤剧名宿 墨秋龙师傅的 粤曲粤剧和粤剧化妆的 招生广告 竟然跑去报名 因为我很喜欢那些衣服 那些头色闪闪亮 纯粹是贪美 Julia那时候对粤剧一笑不通 当然学得很辛苦 但幸好她很有毅力 原来学一学越难越学越深 越学越深越学越是一个无底心 淡在那个知识上 在学习的途中 就开始懂得真是欣赏 越曲越剧 她纯粹是很诚如信的 天主教徒 她的天分也好 而且很劲敌 Julia学而休则演 之后几年 也在圣堂表演粤剧 《娱乐老人家》 当时汤一王神父是很支持的 汤神父有句话 她说得很好 她说要回馈社会 也教识了我 自己懂得的东西 有能力的东西 就要贡献给社会 Julia原本主力在圣堂教主日学 服务小朋友 天主这个时候 就给了她一个全新的使命 我觉得需要一些比较 年轻的去接受这件事 当时我就真的放下了主日学 就放多了时间去老人家做敬佬的节目 这个转变的伏线 可能要追索到她外婆 入住长期护理院的时代 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在唐人街之外 没有穿本为华人而设的 护理安路苑 在1992年 我婆婆入了护路苑 那时候我做的义工 就是站在老人家后面 地下碟 地下筷子 那时候我妈妈就煮一些中国菜 Julia在护理院 认识了主持活动工作的吴佑华 Aki Aki知道Julia会唱歌跳舞 于是就邀请她来为老人家做节目 端午节 中秋节 或者是圣诞节 我们就煮些东西给她吃 那除了煮食之后 我们就会透湿 不如唱歌 或者抽奖 就是多种各种 那我就立刻答应了 那我就找我的朋友一起去做 那搞一搞 原来二十年了 定期就是在护理院那里表演 那些老人家是很开心 而且她也不止表演 联络其他人去表演之外 她还买很多礼物 每一次都是给老人家一个很开心 之后她就去学粤剧 Julia去学粤剧 原来是为了更好地装备自己 以服务老人家 而不是好像她所说 纯粹为了探靈 直到在2000年开始 那我就正式成立一个群组 叫做龟兽爱心 这样开始狐狸园 这些老人服务 成立了龟兽爱心之后 她就全力去那些老人院 来做节目 娱乐的老人家 就很难得她出钱 出力 我见她这样的时候 我都很感动 所以我也愿意出一分魅力 帮助她来做这些事 黄介恩、Dorothy和Julia是老拍档 她们早年都是因为在圣堂负责 儿童信仰培育的工作而认识 我可以说是龟兽爱心的partner 跟她合作了很多年 因为我自己是在医院工作的 我在医院的属下 就有一间是老人院 黄介恩邀请Julia 来她工作的护理院表演 由于那间是一间主流院舍 Julia会设计一些节目 适合多元族裔的老人家欣赏 有一个表演者 她就是唱一些英文的怀旧歌 她一直唱的时候 她就一直邀请长者起身跳舞 其中有一个长者 她不愿意动 但是那次请她起身跳舞 她很享受、很开心地起身跳 表演完之后 Dorothy和那位长者聊天 原来那首歌 是她和丈夫最喜欢的 每次都会闻歌起舞 但是她的丈夫 其实已经过了身十几年了 我有个感觉 就是他们真的可以帮一些老人家 去找回一些他们失落了的 很开心的时刻 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去 缅怀一些他们很感动的时刻 所以这个画面 我觉得很特别 《贵兽爱心》就是这样 由服务一间胡里安路院开始 发展到两间 到后来的十几间 我觉得Julia 就是一个 never say no的人 她很爽快 亦都很投入 我记得有一次 是一个农历新年 是二月初 有一个星期六 我们安排了她来表演 谁知道那个星期五 就下了很大很大雪 好像整个市场都瘫痪了 Dorothy担心 Julia的团队 在路上会有意外 提议取消表演 解决一切问题 还有我时时都说 以不辨 认万辨 天主是在帮我 带着我去行 行我要做的事 为了应付各种表演需求 都很执着的人 那种执着就是希望 将表演做得好些 甚至乎最好 还有她是一个 非常好的组织 我来看 因为我的职责做主持人 我去到 我就开始说话了 基本上 就看着计划来说 但是要他们去组织 Anna是中华新道圣人堂的活跃分子 除了教主日学 亦都为堂区的 333女童军担任领袖 她和Julia合作无间 由龟秀爱心一开始 就做这个表演活动的节目主持人 可能觉得自己住在狐狸院 我觉得心灵上 可能都需要多些人关怀她 我会更加认识爱人 去到狐狸院 我会让她的心 出来做节目 Julia为了令表演尽善尽美 找了一位资深舞蹈老师 张丽珊来训练团员 他们的目标是服务给长者 和贡献给社会 所以我很乐意参加 当时他们因为没有舞蹈组 所以她就找我去帮她 教她们跳舞 她们一方面 日头就是上班 晚上用她们公园的时间去练舞 她是真的用心出来去练 所以每一次 当我们练成了舞 去老人院表演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是可以将我一分魅力 去贡献给老人家 所以老人家开心 我也觉得很开心 张严文、Yvonne 是另一位舞蹈老师 表演不同风格的舞蹈 我们是一班全心全意 做儿童 开心 帮着老人家开心 每一次跟鬼兽表演 我们一定要练 四个月到半年时间准备 《月曲月剧》 是最得长者欢心的节目 特别欣赏就是月曲 因为是我们小孩子时的娱乐 现在到我们这么大年纪 都回味着多好 多快乐 Julia邀请了很多名家帮手 像何雪原和潘宝禅夫妇 我们是有这样的义务 或者有这样的心 在老人家方面 是贡献一些娱乐 或者给他们一些 同景她以前看过的月剧 我们去到他们的老人院 我演出给他们 他们是很着弱去欣赏 如果我在剧院 是有专人帮我化妆 带头了一些东西 但老人院 全部都是自己去处理 参加了珍瑜就会教我 如何去化妆 那些头色是如何分配的 参加了我学了很多东西 虽然辛苦 但是在Julia的感召之下 大家仍然全力以赴 她真是不为力 去牵牵牵 在老人院那里 我们是 致敏是很辛苦的 亦试过一日之中 我们要走两间 不同的院舍去演出 在中间时间 我们一早去 第一间那里化完妆之后 演出完之后 妆就不下得到那么快了 要自己开车 一日去另外一个场地 周外的人看到我们的样子 都很稀奇 或者很有趣味 我们都在冰雪地 或者很滑的场地之中 都拉着一些东西 走进去 演出得到 而是可以成就得到 都是我们一个满足 都是我们一种超战 何美玉和朱杰华两位 都是擅长表演粤剧截止戏 其实真的很大感受 因为看着老人家 如果有时看到他们的状态 不是那么好 但仍然很努力地拍手掌 其实是觉得很感动 所以希望尽量做好一些 可以带一些欢乐给他们 我们第一天进去 未做之前 未化妆之前 很多婆婆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 他们很多时觉得很悶 没有人来探望我们 当我们做完之后 他们就不舍得走 不让我们走 很开心 就经常说 你们多点来 我们感觉到 原来我们付出的 是真的有收获的 令到公公婆婆都很开心 老人家对于粤曲粤剧 它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看到你们做 它很开心的 有些甚至是跟着唱的 正式来说 我们可以一年 做几十次的老人院 我还觉得这件事 我都很开心很安乐 我都有一分能力 可以探望老人家开心 自己也是老人家 Julia为了令节目更多元化 邀请了热爱泰极的 郭荣官医生Jason 加入龟兽爱心表演 她初来邀请我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她的团名叫龟兽爱心 我不是龟兽 她说不要紧 你有爱心就可以了 我被她打动了 我都很佩服她的魄力 她20年搞了 很多时候去到老人院表演 第一要安排 安排跟老人院的联络人联络 第二要安排节目 又要邀请不同的表演者来表演 又出展出力 又买很多礼物 要送给老人家 她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神 Jason原来不单只太极了得 亦都唱得 我多数选择一些耳熟能场的歌曲 让他们可以投入多些 我试过最难忘的就是唱 勇敢的中国人 有两三个老人家站起来 很激昂地跟我一起唱 挑起她以前的回忆 增加她的自信 也很有意思 希望可以多些人参与这些社区活动 因为我自己有教太極 我认为太極班的学员 一起做多些社区活动 在监狼食舞堂做的演出是一个很辛苦的演出 因为我的体力真的支持不住 我真的怕我会想 在我静的时候 我就告诉天主听 天主你给我的能力 家务姓舞堂的主任斯鐸 陈金来神父 在节目期间全程欣赏 亦对他们的善行鼓励有加 我说他们很专业 他们唱歌表演 他们都放很多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时间 这个是真正他们有一个心 是做这样的服务 是帮人 又被人高兴 特别 有些大年纪的兄弟姊妹高兴 这样的服务是很好的 应该的 扮得非常好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继续 加油 加油 他们很有爱心 对待老人家很好 因为这些不是说 一做就做得出来 又要锻炼 又要排练 很有心 带给老人家这么多的欢乐 真是声色遗传 每个人都很好 希望以后再有机会 我都会再来看 Julia 虽然是天主教徒 但是龟兽爱心的成员 是不论宗教都可以参加的 其实参加这些老人家服务的 所有的人他们都真的有一个爱心才可以 可以一直在做这个活动 当他们有一个爱心的时候 任何人可以发挥他们爱德德行 不同宗教我们都是合作得很好 大家都穿著一個愛 愛心 我們人的目標是互相相親相愛 在整個團隊之中 我們可以付出生命的力量 一起為社區或長者付出一些愛心 當我和他們練舞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在教堂練習 他們真的很有善和熱誠 所以在這裡也影響了我很多 是覺得他們的教友真的很真誠 很多時候看到他們為教會服務的時候 我雖然不是教友 但我都一樣是當自己是教友 為教會服務 我有很多時候我跟他們去聖堂 我去到一樣是跪拜 我無所謂的 我想任何人無論是甚麼宗教 他們都會感受到那種善、愛 也很適合我們對天主的信和愛 我看回Julia整個服務來說 其實我覺得她很特別 她是在長者身上看到基督的臨載 因為其實如果熟悉 Nursing Home運作的人 都會知道很多時候 在Nursing Home 很多長者都不是那麼開心 他們覺得很孤獨 或者很寂寞 好像是生命的倒數 所以我看回Julia 他們的服務 其實他們是用另一種形式 去探訪他們 去陪伴他們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可以在長者 看到受難的基督 當日所有台前幕後的人 都不若而同認為 有行動的愛心才是最重要的 互相包容、秉持真理 才是基督的精神 這個團體裡有很多是天主教徒 也有部份是其他教的教徒 也可能有些不信宗教 我們不會刻意跟他們做福傳 但他們又是冷眼旁觀地 看到原來這些天主教徒 原來由盡心盡力 去為其他人做這些善功行為 都會感動到他們 明顯我們最近有一對夫妻 他們就參加了舞蹈班 這是非常好的消息 Jason提到的夫妻 是莫志賢 Charles 和徐俄芬 Edith 他們加入《龜獸愛心》 只有幾年的時間 主要來說 就是想做一些社區的活動 關心一些老人家 他們之餘 我們自己也很開心 有一次我唱《黑食》 是慈善籌款唱的 有個老人家真的拿了錢出來給我 他說唱這些歌 是一定要付錢的 我說不可以 你不能收錢的 這些反應是很難得的 我通常只會幫忙做禮物 因為他不只是去一間老人院 而是去幾個地方 加起來就要幾百份禮物 他不可以幫忙 Charles和Edith 原本只是想做義工幫助人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甚麼緣故 令他們深入反思自己的生命 從而渴望認識天主 以至願意加入教會的大家庭呢 其實主要是我們參加了這個義工團體 經常見到老人家 跟他們很開心 自己也會老的 也會有酒的一天 在這個過程之中 都會想想想 之後 即是人生的事情 你想到生到病死 病和死 我們要開始想多了 開始對人生的想法 深入了一些 義工團體裡面 也有很多教友 就是影響 Edith小時候讀天主教學校 天主在他心裡 早就已經佈下了信仰的種子 我本身其實不是不信 但是出來做事之後 你變成其他事情 真的會令自己分心 慢慢慢慢離開了 變成這個時間 我都覺得是 真正正的時間 加上好像華山 因為認識了Julia 他們這個團體 我們看到很多委員會 都是教友 亦都不介意去談 有時談論一下 在這個圈子影響之下 是將我們的根 可能 就是出來的 對他們影響最大的 當然是Julia Julia 真的很重要 她做了20年 每一個節目 她就要去做聯絡 找禮物 她就不斷付出 無論經濟上 精神上 是很令人佩服的 這件事 所以我們跟隨著她 也差不多都受她影響 至於為何他們可以做 整個20年 現在還很起勁地繼續去做 我覺得這一個 其實就是聖神的工作 聖神在他們身上的工作 而他們是犧牲了自己的時間 不休息 或者跟家人聚會的機會 他們犧牲了 但他們配合聖神的呼召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奉獻 Julia為了愛護老人家 在她的愛領之下 義務地為老人家服務 我是天主的工具 天主給我的能力 可以繼續為老人家服務 我就繼續去做 與其說是Julia的個人魅力 其實真的是聖神的工作 因為一位相識60年的神父的邀請 劉松仁為一套天主教音樂劇 擔任導演 我覺得是一個洗禮 由頭到尾把你整個人改變了 在這大半年的時間裏 是做了一些我以前沒有做過的事 尼瑪陀這部戲其實是 基本上解答了所有問題 沒有經驗 沒有資源 他們怎樣把耶穌會傳教師 尼瑪陀的故事搬上舞台呢? 請不要錯過這個星期的愛常傳 看完這一集愛常傳 歡迎大家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來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時也請收聽逢星期六的電台節目 愛生命以及訂閱Podcast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天主保佑 請按照 我們下星期三個字幕